12月19日,李唐苍阳家措微型博物馆发博称, 单位团建组织看电影看的是林超贤之道、彭一苑等主演的紧急救援。 这也是丁真第一次看电影。 李唐苍阳家措微型博物馆官博在19日晒出两张单位团建照片, 包括丁真在内的重工作人员在林超贤紧急救援的海报前合影, 丁真手持票跟和同事们一起展露笑容。 而另一张照片则是丁真手持饮料进场观影。 有网友调侃表示,这对于丁真可能是听力考试现场。 还有人开玩笑道,看紧急救援,四手五入,我和丁真一起看的。 丁真因为一个短视频而意外走红,成为2020年最具标志性的网红人物之一, 随着他本人的知名度不断提升, 关于他身上所有的一切都引发了网友的好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